部内我们行政机关召开公厅会有什么困难 那最主要公厅会主要是要去做到一些比较公开的广征一些意见 那这个主要是在强调的是程序上的这个收集跟参与的意见 那如果是咨询会的话本期也是会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部内其实是习惯性的就去征询一些比较有往来的专家或学者 那那个意见的部分的代表性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他有就是原来比较不参采 不容易听到的声音你是不是就用咨询会的方式 那你还是一样就是把原来可能是不同意见或是有不同思考不同观点的这个意见 你可能就会在透过你这种比较偏狭的这种咨询会的方式 你就还是一样听不见所以本期还是建议说公厅会 那如果真的要咨询会的话本期就要限制这个这个一定要去做到北中南东一定的场数 还有专家名单这个如果真的要咨询会我就要去列管这个部分 以上